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恐怖大师之毛皮 故事一开始,毛皮工厂的老板最近很困扰 由于没有上好的毛皮,老板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 因此他经常冲着员工发火 这天老板来到一家歌舞厅消遣 叫来了自己经常叫的脱衣五娘 五娘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脱离这个歌舞厅 成为一个知名的超模 姑娘还是挺有理想的 不过咱们老板也不差 老板的梦想就是多卖皮毛 赚钱之后拿钱来娶五娘 不过因为老板又穷酸还老 还喜欢动手动脚 所以五娘一直不大喜欢他 老板有一个固定的供货商 供货商是一对父子 这天父子找到了一处古教堂 他们听说这里的浣熊皮毛是一等一的 只不过这里长期有一名修女看守这些浣熊 每次看到父子俩来 修女都会警告他们离远一点 可父亲就是不听阻拦 今晚还是偷偷的从围栏溜了进来 父子俩看到了这里的浣熊火了这么多年 他们头一次见到橙色这么好的毛皮 于是两人当即抓了十几只浣熊 回家后父亲打电话给老板来拿货 之后劲高采烈的喝了几杯酒 可不知道为什么 儿子就突然像中了血一般 拿起棒球棒直接抡死了父亲 然后再把自己的脸身的捕兽夹伤 活活把自己夹死 第二天老板上门来取货 见没有人开门 于是直接闯了进去 皮毛果然是上好的皮毛 同时老板也看到了父子俩的尸体 只不过他表现得很兴奋 因为父子俩死了 这些上好的皮毛就可以不用给钱了 突然老板有了一个精妙的打算 他要用这些皮毛做一件大衣 开一个国际皮毛展览 然后再请五娘来当自己的模特 这样的话 自己就能够深得五娘的欢心了 于是老板开始马不停蹄的加工皮毛 可就在当天晚上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当天碰过浣熊皮毛的裁剪工 突然像发狂一般 竟主动将自己的肚皮给剪开了 另一边老板还想得到 更多这样上好的皮毛 因此他去了两父子家里寻找线索 结果就找到一个古教堂的地图 准备找这里的修女 商谈一下收购皮毛的事情 为此他还顺便给修女买了一点酒喝 修女喝醉后透露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浣熊们是这座教堂的守护神 杀掉他们的人都会受到可怕的诅咒 所以之前的两父子和裁剪工 才会纷纷发狂自杀 老板听后自然不相信这些迷信之说 但最终还是被修女给赶走了 第二天老板兴奋的拿着做好的衣服 去找五娘试穿 并将邀请她做模特的事情告诉了她 五娘一眼就被大衣给吸引 表示只要能让自己穿这件大衣 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最终老板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得到了五娘 不过很快诅咒再次来了 老板也突然鬼迷心窍 竟然火生生的把自己的皮肤扒了下来 并将其做成一件匹格背心 要给五娘穿上 五娘吓坏了那时撒鸭子就跑 故事的随后 老板将五娘追到了电梯里 过程中五娘的手被电梯夹断 两人在电梯中失血过多而亡